台东市又发生了街头枪击案件 这次开枪的是还在就读高职夜校的学生 两派人马只因为机车擦撞的小车祸就相约谈判 结果一言不合居然当街开枪造成了一个人重弹 高职夜校生因为小小的车祸纠纷 居然演变成两派人马谈判不成开枪伤人的案件 凌晨一点多枪声大作 我们只听到枪声而已 听到几枪 三四枪就这样 其中一枪打中饮料店的玻璃柱子 还有一名高职生的堂哥中枪 大腿被子弹贯穿 腿部有受伤 一只脚是枪击 另一只脚是擦伤的部分 地上留有几颗蛋壳 在学的高职生怎么会如此狂妄 动不动就当街开枪 事情发生第四天了 学校连这一名学生都还找不到 一间部的学生啊 他也比较上这个社会背景比较复杂一点 现在目前是没有来上课 我们也追查不知道这个学生 这所学校还荣获教育部 评选为98年度优质高中 校门口醒目的红布条 现在看来格外讽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